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由于主演的问题 目前制片方正在重新拍摄部分场景 此举不仅涉及更换男主角 而且预算也大幅增加 约为3000万 7月21日 有博主爆料 称青三行男主角已换成林更新 他和杨子将不拍相关戏份 时间定在下个月 此前 有网友建议IA给男主换个脸 但如果换脸的话 成本相当高 而且画风很奇怪 基本上就毁了 所以还不如重新拍 近期 他席卷了所有热榜 相关剧情和人物的讨论也主导了整个网络 被誉为今夏第一热剧的《长相思》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长相思》的走红也带来了主演门人气的明显提升 女主角杨子以绝对强势的身姿 个人流量号召力坐稳了90后小花的宝座 带戏能力也绝对牛逼 在杨子的带动下《长相思》三位男主也一一出圈 谭剑慈和邓伟在一周内就获得了数百万粉丝 并出现了各种热搜和站外热度 以及后续的资源和代言 火爆程度可谓是非常让人意外 近日 网络上盛传该剧有新演员加盟 据说肖战 谭剑慈 邓伟将选择一位与男主关系较劲的角色来补男主 就新剧而言三行纪真是一部大预算剧 连肖战都可以请 但现在是重拍 新虎部一定能带来好处 我觉得肖战团队不会接受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未知数 毕竟资本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只要资源更换得当 肖战也表示可能会加入 另外谭剑慈和邓伟 我想他们都会接任 虽然是补拍 虽然是替补出场 但这也是一部大制作剧 从他们和杨子的长相思来看 两人的加分福利都不少 随着长相思的热播 网友们发现男主角邓伟的演技 颜值 身材等都可以演李淑白 更重要的是他和杨子的CP关系非常好 所以有网友建议邓伟补拍 青三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不少网友表示 其实还蛮合适的 他的古装很好看 只能说如愿以偿 毕竟这个选角真的是多方力量的综合因素 邓伟可以用作谋樊带参的角色 有点身世风度 邓伟的五官更精致等等 杨子的侦探剧《三行记》 男主角戴定 如果邓伟和林更新 你更期待谁呢 近日 中国娱乐圈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杨子和肖战再次受到主流媒体的高度赞扬 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 此次 另一家主流媒体高调发文 对杨子和肖战的表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甚至一度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两位年轻艺术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谓一片光明 杨子和肖战作为中国娱乐圈新生代的代表 近年来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在影视剧和音乐领域展露头角 他们的才华不仅让观众惊叹 也赢得了业界的一致认可 这次主流媒体的盛赞 让他们的粉丝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文章特别提到了杨子在最新影视作品中的精彩表演 他细腻而深刻的人物塑造令人印象深刻 肖战作为一位全能艺人 不仅在音乐创作上有着出色的天赋 在影视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展现了他多方面艺术的魅力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热烈评论 表达了对杨子和肖战未来的期待 有人认为 这两位年轻艺术家不仅在国内市场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也有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得到了认可 这为他们的未来铺平了光明的道路 总之 杨子和肖战受到了主流媒体的高度赞扬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们的才华和努力得到了认可 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备受期待 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音乐领域 他们都将继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表现 为中国演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2.肖战或另一主流媒体盛赞 网友直言未来可期 众所周知 作为一名拥有超高人气的优秀青年演员 肖战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开播也再次向观众充分诠释了他的优秀 而就在两部作品相继落幕后 近日 官方主流媒体 《咪咕头条也》以暑期等 哪部剧《让你最火未提》 讲述了肖战的两部作品 并表示自播出以来 肖战于《孤妖河》和《梦中的大海》 一直稳居各大排行榜前茅 并屡屡刷新记录 赢得了众多国内外观众以及各大媒体的好评 除了作品取得的娇人成绩 《咪咕头条》还表示 相比于这些成绩 更让人惊讶的是肖战的成长 两部剧中 无论是对人物的理解还是实际的演绎 肖战相比之前都有了质的飞跃 最后 《咪咕头条》也由衷地称赞 越长大越好 肖战做得很好 此外 在《咪咕头条》的发文中 还伴随着早前官媒对育股腰的超高评价 此次评价 意味着于股腰登陆全球最大流媒体平台后 不仅开启全球刷脸模式 还获得了9.9分的高分 主演的海外影响力肖战的提升明显 让大批海外及本土粉丝增加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和正能量价值观的感受 不得不说 这两份报道无疑证明了肖战的优秀 如今 肖战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输出的著名名片之一 甚至每次看到他都在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和正能量 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会给人一种自豪感 网友在看到《咪咕头条》的发布及其配文的报道后 也直言演员肖战前途无量 从网友们的一致好评中不难发现 大家对于主流媒体对肖战的高度评价也是认同的 网友的认可和越来越多官方媒体的好评 其实可以说是肖战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 因为随着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地前进 肖战已经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有了走出了一条不可复制的道路 在这样的道路上 肖战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路 一座座高峰上的呼声 从孟尼海不断出现在各大电视台 到玉古瑶在全球范围内开启扫脸模式等等 都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在前进的路上 肖战也交出了越来越完美的答案 所以说肖战前途光明这句话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尤其是在收到了无数观众和评论之后 有了主流媒体的认可 肖战达到更高的巅峰只是时间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